骑龙下指看到风不停吹 红色旗帜一直摆动 结果下一秒外墙有东西掉下来 混杂砂石木板遮挡住监视器镜头 从另一个角度看 轰隆一声好大声 只见面包店外见到一堆东西掉落 整个门口被堵住了 原来是在进行外墙拉皮工程 结果发生意外 只见包括石块木板通通堆成一团 工地人员赶紧抢修 上面掉落 前面就是整个都是沙石 那时候下来一定是雾蒙蒙 因为沙石的话 依我在看的话 至少有三四吨 因为每年都被检举 每年都被划钱 之后我们这一个电梯的人 我们自己独立出来 我们自己拉皮 他那个挂在网上 他随时会掉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三脚架 都是昨天晚上临时 临时在加奖 13号晚上7点多 台北市市林成德路跟建坛路口 社区大楼大约38年历史 一楼店面也是市林麦当劳的前身 这次意外推测疑似是风太大 造成工程阴架崩塌 尽管是尖峰时刻 但好险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昨天9点有派人到新郎去勘察 然后以则令相关的施工厂商进行改善 而且要立即施工 只是这次的外墙工程 从今年6月开始施工 预计农历年前完成 但目前擅拾停工 恐怕会拖延到工程时间 但建管处也会持续理清原因 不让意外再度发生 TVS新闻成功与参与巡慕新宴 泰伯士报导